鄉親,好早,好早,我是曾廟宏,曾教師,現在我人在台北市提頂大道,外面有這個佛華家, 在台北市提頂大道家,有幾班曼陀,佛華淡水河的對面貨車,都人在走,我剛才沒人進來,用走的進來,好,來,現在在向各位鄉親, 分鄉地利,分鄉地利,這台又是長榮航空的,長榮航空,大概737,737,是這樣啦, 很禮拜,很禮拜,中共中南海突然宣布,要呼籲所有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哇,我剩下的,哇,不然就像那個毛澤東時代,這個上山下鄉,這個坑,相當熟悉啊, 欸,我慢慢想起來,還是,1966年到1968年,這三個年,1966年到1968年, 這個紅衛兵,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產生了,這三年,產生了總共1600個紅衛兵, 啊,這是號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欸,這紅衛兵那時候,1966年,1967年,1968年, 的紅衛兵,這三個,欸,這些,等於說,高學,那個大學畢業的大學生,或是知青,高中畢業的知青, 變成紅衛兵,啊,他們流移在各一線城市,二線城市上面,他們失業啊,他們沒有工作啊,他們的任務只有造反, 啊,這個造反,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是毛澤東發起的,啊,怎麼辦呢,要把這些人騙,如何騙到,騙到他們去有工作, 而且喔,離城市喔,遠一點,那就發動了知青年的,上山下鄉,欸,那麼現在怎麼會突然提到, 習近平他們怎麼會在北京中南韓,要發動知青的,上山下鄉呢,哇,這個又,這個又有學問呢,原來是這樣, 美中貿易戰,啊,打的結果呢,造成了現在的中國,齁,已經齁,所有的供應鏈,產業鏈上面的工廠,外商, 外商,台商的所有的上中下游的工廠,齁,全部都跑了,全部都離開了中國, 啊,離開中國醫院呢,造成齁,大量的失業的農民工啊,很多齁,在西,大西北,齁,很多的鄉村來的人齁,齁,他找不到工作了, 中共的統計集就已經統計了,總共有740萬的農民工,要緩鄉剷業,啊,緩鄉剷什麼業啊,他們又沒有技術,對不對,啊,所以說齁,是700,欸, 但是統計集,他們的,他們講的,宣布都是740萬,是因為美中貿易戰產生工廠外移的失業,740萬, 事實上,中共的統計集都是灌水,740萬,保守估值承讓,差不多2300萬,台灣的2300萬的林靠齁,就業人口失業, 啊,今年齁,今年的5月6月,中國的畢業生來了,今年中國的畢業生齁, 今年中國的各大學的畢業生,總共恰恰齁,800萬,你已經有2300萬的失業人口, 你如果再加上知青的800萬的失業人口,夭壽喔,趕快找個通的,疏通的,怎麼通,騙這些人, 上山下鄉,到大西北,到山上去啃荒,就像齁,當年齁,到中國東北的,北大方,去開採遊園一樣, 欸,純粹,中共的,上山下鄉,一禮拜,兩禮拜前,所有看出來,齁,習近平看出來齁, 知青,請知青的,上山下鄉,事實上呢,是要解決,今年大學畢業,總共800萬, 今年齁,大學畢業生是歷屆來,最高的,穿破800萬, 正常是差不多五六百萬,今天有八百萬, 為了針對這800萬個失業的知青,就發明了,洪衛兵,毛澤東那一套的, 上山下鄉,要解決失業的理,哇,這台大大的山友探古的古宏章, 豐巷啦,但是這個古宏章,哪有夠草狠,這台應該七十七啦, 但是松山機場容納不下,容納的七十七起將嘛, 所以說 戰狗是追尋 追求五十獲得文擊 然後再來判斷現在北京中南臺 他們喊出上山下山這個動作的目的 我跟你說 他們要做什麼動作 我的男人 沒參加北京那些人 比較差 我沒騙人比較差 如果一幾人來 我剛才不記得介紹 曾廟宏 台灣董事長的主席 電機博士 我一個奠基博士 我看他們的其所事 想他們的思考邏輯 我就開始在判斷他們在想什麼東西 原來是今年中國的各大學畢業生 總共加起來破紀錄的八百萬 這些八百萬呢 投入職業市場的話 將會找不到工作 因為關於消化現在的兩千三百萬的私業人口 就消化不住了 你怎麼去吸納納 剛生出來的八百萬的flashman 新鮮人的就業人口 所以說 這些搞政治 只要一起所知 我這個電機博士腦袋一溜 他發動這個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在幹什麼 原來在吸收這些知青八百萬的大學畢業生的失業人口 騙他們到大西北 到新疆 到西藏 就像毛澤東那時代文化大革命的胡衛兵 把他們騙到新疆 西藏 大西北去啃玩 試問 以現在知性科技的發達 這些媽寶 大寶 只生一個的大寶 他的父母親會同意這些小孩子去上山下鄉運動 所以說 這是我戰狗時的境界 至於莫名其妙怎麼取一個上山下鄉 人民的意志 人民想幹什麼 就是在家裡吃鹹飯 母母親 阿公阿嬤喜歡養 你要騙他去上山下鄉 或是這樣的 精神戰力 只要眾志成城 精神戰力 石頭都可以打營機關槍 這是中國人 啊思想 我們台灣人 創意文政務 你把我們的經濟弄好 現在的 現在 各大媒體在講 所有的 以前齁 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八十的筆記型電腦 差不多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百分之 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筆記型電腦 全部都是在台灣生產 那時候台灣 經濟弄到旁邊就二十二十年前 一個齁 什麼台灣接單 中國製造 要創造GTP的紀錄 然後呢 整個製造業的外移 筆記型電腦全部外移到中國生產 導致上中下雨 整個產業鏈上面的廠商 全部移出去 也就是整個製造業移到中國去 我們台灣的經濟都回到房 薪水遲滯二十年都沒有上去 現在 報紙上面 國際上的資訊媒體 中國的 因為美中貿易戰 導致所有的產業從中國撤退 裡面就有講到 什麼行業 簽到越南 什麼行業 簽到墨西哥 有關資訊的桌邊產品 和筆記線腦 現在 移回台灣來了 上中下雨 多遠 所以說 現在是革命情勢一片大航 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 讓這些財團的上中下雨 一進來 我們的製造業又創造了兩三萬 二三十萬的工作機會 然後呢 在技術進步的情景之下 薪水大家就提到了 以上 我將對習近平的跨村 上山 知識青年 上山 下鄉等 的那個能力提到 提出個人的健康 至於對座 我們的觀眾 都先來去唱 你們自己去唱 OK 三九一抹 吼 這風景很漂亮 我們也讓我們 鄉親 我們 這樣 輕鬆一下 阿齋 七點四十五 起頂大道 佈花外面的風景 OK 這佈花外面 這裡的廚 是怕死人的 來 看一看一看一看 至於這裡開始 這裡就是台北市 國民主帖 以前有在挑戰 這挑戰跟這樣 挑戰相同樣 住的問題 不應該是一個政府 應該是政府 要替人民解決的問題 這不應該是 像中國這樣 住的問題 用房地產 在威脅 人民 青年人 寧可買一部車子 因為他買不起一部房子 這就是 現在佈花外面的風景 這裡有人在說木橋 我本地在這裡想說 木橋很漂亮 在那裡 把槓下去 他們在裡面告訴我 拜託 我們這裡是場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真的 陳高雄在這個木橋 所以說 不好意思 我就趕快出來 出來場地外面 在這裡 讓我們鄉親 看一看一看風景 看一看風景 會知道 七點四十五 這樣風景有漂亮嗎 真的 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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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